我丢今天居然在猪神的雕像前上课 那我可得好好表现 嗨 老师早上好 嗯 早个屁啊 太阳都晒屁股了 你小子今天又迟到了 对不起老师 我错了 算了猪神在此 不宜杀生 今天就先放过你吧 快回座位坐好 准备上课 好的老师 课本呢 赶快拿出来吧 好 我这就找 这还差不多 课本我好像忘带了 但电脑倒是有一个 嘿嘿 不如玩会游戏吧 不知悔改的臭小子 快把电脑交出来 不行 这是我的命根子 不能给你 敢忤逆我 你完蛋了 你要对我动手 是又怎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想干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了 卧槽 怎么会有铁 同学们 我得赶紧跑路了 你们要替我保密 对了 这黑板后面和教室两侧的岩浆地道 都是陷阱 而前面的猪神遗址里有我的密室 来 我们快进去躲着吧 接下来就完回电脑休息一下吧 好啊 你们都帮那小子瞒我 是吧 那我自己找 这黑板看起来有古怪 过去看看 你惨了 你最如爱河了 可恶 居然中计了 这两边的是什么东西 难道戏狗就藏在这下面 拿上墨影珍珠进去看看 走你 我了个斗士TNT 这下完蛋了 可恶 再去另一边看看 我就不信还是陷阱 墨影珍珠 快带我进去 哈哈 可算让我找到了 出来吧 这小子是有什么毛病的 不好老师要来了快走 岩浆后面也是密室 我们快进去 对了 我还给老师准备了个惊喜 我们在这等她过来 气死我了 她根本不在这 这个猪头看起来也能藏人 走进去看看吧 我猜 这下面 卧槽 不好是虚空 尼玛 再来一次 成功着陆 这次我敢肯定 那小子就在岩浆后面 哎呦我去 呀 是老师 臭小子 你插翅南飞了 是你插翅南飞 快往上看 我为你准备的惊喜 什么 一股滚烫的岩浆玉 我丢 不要啊 还没完呢 你们看这两边的墙壁 右边是陷阱 而左边才是我的密室 好了 玩会电脑等老师吧 好小子 你彻底激怒我了 这两侧的墙 都有古怪 咱们先去哥哥话里 卧槽宝石 这下发财了 趁现在没人 赶紧把他们占为己有 以后 我就是大富 不管了 人未才死 鸟未食亡 这宝石 今天必须是我 嘿 死狗你爷爷来了 叫什么叫啊 你小子 真是大逆不道啊 我今天 非要替你爷奶教训你 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 什么意思 你又在做什么 启动把我的终极陷阱 卧槽卧槽 狗哥 快救我 蟹老板 你的身体 怎么这么绿啊 昨天吃了海绵宝宝 做的蟹黄宝 就变成这样了 我丢 我刚刚也吃了 不会有事吧 我的身体 现在开始好痒 好难受啊 帮我去问问海绵宝宝 有没有解药 我受不了了 那我得赶紧去 希望我不会变成这样 呃 海绵宝宝 你在家吗 这么早是谁在叫我啊 蟹老板变得好诡异 你有解药吗 蟹老板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吃了你做的蟹黄宝 就浑身难受 我已经好久没有做饭了 肚子好饿啊 我吃点东西 这是什么饭啊 昨天山迪给我的饭 有那么好吃吗 艾玛 海绵宝宝你的身体变绿了 这也太好吃了 我的天啊 海绵宝宝你怎么也变身了 这也太诡异了吧 气狗 留在这里和我一起玩吧 你小子真敢想啊 头都摇成旋风了 你能出得来吗 我不管 你必须和我一起玩 没想到这么多人被感染 我得找人和我一起吊车 这是派大星吗 他好像在追什么人 过去看看 好饿啊 我要吃掉你 你以为变大了 我就会怕你看我的 章鱼哥这招能行吗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牛啊 我丢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去 章鱼哥也太脆弱了吧 艾玛 这是干啥呢 怎么还亲了一口啊 看够了吧 下一个就到你了 我可没招惹你 别打我注意啊 少废话 你也留下来做我的食物吧 傻子才会听你的 我丢啊 别再追我了 前面是山迪家 他或许能帮我赶走派大星 山迪 你在家吗 你 这是怎么了 西狗 派大星变成怪物了 你能帮我赶走他吗 你以为找了帮手 我就会怕你们吗 在我山迪面前 你很嚣张啊 我的肚子饿了 就不能乖乖做我的食物吗 你们喜欢红烧还是清蒸啊 派大星好可怕 我劝你赶紧离开 别打我了 我走还不行吗 派大星终于走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打死呢 我怕伤到章鱼哥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我们快进去吧 下雨天外面太危险了 你昨天有没有给海绵宝宝送吃的 不是我 我最近也在调查这件事 那会是谁做的 肯定是皮老板做的 我丢 我的头好晕啊 你要干什么去 不对 山底有问题 幸好刚刚偷了一把防身 快来这里啊 西狗 知道了 我这就下来 西狗 来了 就别想走了 乖乖当我的实验品吧 在这里和海绵宝宝作伴 看来留不得你了 海绵宝宝 你还好吗 不对 这是海绵宝宝吗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怪物 我丢 还会喷射激光 年轻人 快点给我进到坊间里 喂 你是谁啊 别废话了 跟我来 在这个位置 怪兽应该不会注意到 你知道城市里 为什么会出现怪兽吗 这家伙追了我整整一条街 很不幸 你来到了奥特曼怪坛的世界 我是你的好朋友迪迦 你这人长得真奇怪啊 而且能告诉我 为什么会出现怪兽吗 先不要问 那么多问题好吗 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 总之 我现在失去了能量 无法去搭话 理所能及的 就是带你一起躲在这里 迪迦哥哥 这怪兽好像快要走了 不 他没有吃饱之前 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刚才那个人类跑到哪去了 小的跟个芝麻利一样 竟然没抓到他 别说话 他果然在找你 这怪兽竟然还会说中文啊 饿死了 随便再抓一个吧 我丢 这是什么 看到一个 等等大哥 冷静一点 我不好吃的 让我尝尝有多不好吃 等等 别吃我啊 抓都抓到了 你让我不吃 我就不吃了嘛 救命啊 味道明明挺不错的 我丢啊 这也太可怕了吧 他吃饱了 应该会走开的 迪迦大哥 这玩意有办法被打败吗 只要我恢复能量 干掉他情而依据 那怎么才能让你恢复能量 我必须要找到 合适的人间体 才能恢复能量 那你看我行吗 行不行 要等下次怪兽出现才知道 走吧 我们下去看看 他是不是准备离开这里 不要吧 万一这家伙来个回马枪 看这个样子 是准备离开的 而且他的力量 也没有完全恢复 只要我的人间体出现 随时可以消灭他 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那该去哪找你的人间体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赛罗昨天约好了 跟我见面 赛罗 那又是谁 这么巨大的身体 你俩起来真不方便啊 还好我可以化成 刚才那人类的模样 没有奥特曼的日子 太舒坦了 你说的赛罗 也是奥特曼吗 对 他应该快要来了 迪迦 刚才出现怪兽了吗 有个人类 你好 我是来自光之国的赛罗 你是不是也没有能量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 对 我们要赶快寻找人间体 那就趁怪兽没出现 快点行动寻找吧 喂 你们怎么就不考虑一下我呢 小子 人间体不是谁都能当的 我还有点事 再见 我弟妈 你们果然不是正常人 因为我们是来自M78星云的Y星人啊 这个地球少不了我们的保护 小子 小子 小子